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金融市场实务 各位同学以及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们金融市场实务课程的播出 今天来到我们第六讲次 承袭我们第五讲次资本市场实务 那今天是证件市场的下半部分 一样有我明胡还有郑老师 一起来为同学讲解说明这个讲次的内容 郑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婷宇老师 很高兴继续参与有关于证件市场的实务的说明 好的 有很多的前辈师傅 这个老师都进来告诫我们 做什么事情 就是基本功 那老师从事这个金融市场实务的教授的课程 有一二十年这个经验 常常跟一些同学说到这个基本功 学习这个会计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会计的一个基本功的概念 我们会计右边就是一个负债 贷方的部分加这个业主权益 那负债的部分 我们已经在这个第四讲次短期的资金 货币市场的实务 已经跟同学介绍过了 那至于中长期的这些从别人借来这个资本跟钱的话 是属于我们七八讲次的债券的实务 那我们这个第五六讲次就是我们这个业主权益 就是自己的资本 那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讲的这个股票市场 那所以说今天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T字帐 这个收支平衡表 右边这个就是钱 有两种钱 一种钱是什么 别人的钱就是负债 就是别人的资本 那这个在含瓜在这个货币市场跟债券市场的部分 那至于说自己的资本就是业主权益 那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今天承袭第五讲次 继续的一个学习 股票市场的一个实务 好的 那今天在这个第六讲次当中 我们提供一些课程的一个大纲内容 跟同学来探讨说明 首先我们要针对在这个证件市场当中 参与的主体 以及他的一个课题的一个介绍 另外针对从这个股票IPO 上市前的一个承销制度说起 然后再介绍说 一般同学一般的社会大众要去从事股票买卖 他的一个流程 那这部分我们会请教一下郑老师 这个详细我们如何去开户 包括买卖股票的一些程序 甚至我们的一些税的问题 我们请这个郑老师跟同学说明 另外就是针对有一个信用交易的一个部分 常听到的这个融资融券的部分 做一个实力的演练 另外就是库藏股 所谓的公司护盘的一个制度的介绍 那依照官吏最后一个金融市场的小格言 来作为这个讲次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结论 那首先我们谈到这个证券市场的主体跟客体的问题 那主体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 是谁来让他这样 momentum让他动起来呢 那当然就是人 那人的话这个主体有两种 在法律上就是一个自然人 那我们一般称的就是一般的投资社会 这些散户大众 另外这个法人机构 就我们常听到这个外资啦 自营商啦 这个投信 这些法人机构的部分 另外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主体完之后 必须要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机构 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市场能够交易 非常顺利公平的这个完成这个交易 那当然有些辅助的这些 这些角色扮演的这些机构 那包括证券交易所 证券经济商 证券自营商 证券承销商 证券吉保公司 证券金融公司 证券投资信托公司 简称投信 以及证券投资顾问公司 我们可以简称投雇 等仲介机构的参与 那由这些客体的这些机构 来使得我们这个证券市场的一个买卖 可以很顺利的来完成这个动作 那这些机构他的一个比较详细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跟功能 那这一点我们请教一下 这个郑老师做详细的说明 好的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图表 来跟各位说明 有关于这些课题 他们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 我们的主管机关 他是金管会的政区局 我们要了解到一个证券市场 他要非常有秩序的一个运行的话 他必须要有监理单位 那也就是我们的金管会 那也就是我们的主管机关 除了主管机关之外 我们要有一个交易场所 那目前的话 我们就是证券交易所 那证券交易所成立的方式 一般可以分为会员制跟公司制 以目前台湾证券交易所 它是采取公司制的方式 那除了介绍证券交易所之外 我们接下来跟各位介绍 五个课题 第一个集中保管公司 那集中保管公司 最主要的义务就是 帮各位保管股票 也就是说目前各位去 证券公司买的股票 事实上你没有办法 拿到实体的股票 我是由集保公司 帮各位保管 那第二个课题的话 就是所谓证券金融公司 那证券金融公司 最主要的义务就是 办理信用交易 也就是说 投资者要办理融资融建的时候 是由证券金融公司 来承办这些义务 那第三个课题就是 投资信托公司 那投资信托公司的话 我们一般实称为投信 它最主要任务就是 募集社会大众的资金 去投资所谓的金融商品 包括股票 债件或是期后选择钱等等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投信的话 它也可以办理所谓的代课操作 也就是前前委托 那第四个课题就是 我们所谓的投资顾问公司 我们实称为投雇 投雇最主要可以帮社会大众 推这些股票或是上课 或者发行有关投资这方面的一个刊物 除了这个之外 它也可以办理所谓的前前委托 或是代课操作 那第五个课题就是证件商工会 除了这五个课题之外 还有所谓的证件商 我们这边所谓证件商 是综合证件商 那综合证件商的话 它分为三个部门 一个叫所谓的承销商 第二个是自营商 还有经济商 那有关于承销商 最主要就是说当一家公司 它要发行股票 也就是或是增资的时候 发行股票 或是发行公司债的时候 是由综合证件商里面的承销商 帮公司来承销这些股票 或是公司债 还有就是自营商 那自营商的话 也就是如同我们社会大众 投资者一样 他也可以投资股票 那我们一般称为三大法人之一 那第三个部门的话 就是所谓的经济商 那经济商跟各位同学 如果各位同学有在投资股票的时候 经济商跟各位同学比较贴近 也就是说各位要买卖股票的时候 你可能用电话的方式 那帮你下单的这个行为 我们叫做经济商 那除了我们课题跟各位谈完之外 我们来跟各位谈到有关于 我们的主体里面的法人机构 那法人机构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所谓的自营商 再来就是投信 还有就是所谓的外资以及入资 那有关于三大法人的买卖超的话 各位同学要非常的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最主要的话 他们是关系到整个市场的一个筹码 如果各位同学看到三大法人 持续在买超的当中 那也就代表说长期来讲的话 我们筹码是比较稳定的 那长期应该是一个偏多的一个现象 如果各位同学看到三大法人 他是持续的一个卖超的状况之下 也就是说我们的筹码 比较不稳定的状况之下的话 那各位同学就要知道说 未来是比较偏空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也会建议各位同学每天 必须你可以透过我们证件交易所里面的网路 或是我们的雅虎 来看到三大法人的买卖超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用一个表来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那我们从这个表可以观察到 自营商加上投信 再加上外资集度资 在99年的10月22号 三大法人的买超为26亿多 那也就是代表说 这个三大法人目前的话 他对整个市场是一个稍微偏多一个状态 那各位要看哪个地方 最主要是看下面合计 最右边那个地方 那我们讲完了三大法人的买卖超的一个情形之后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由徐老师继续跟各位介绍 有关于证件承销的一个方式 好的 那谢谢郑老师 有关于这个证件市场交易主体跟课题 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接下来要针对这个股票 从无到有的一个程序 就是我们在股票 这个上市上柜公司 他要在这个集中市场交易之前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在这个专有名词上 是用这个承销制度这个部分 一般来说了 这个经营公司 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发心血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很多的一些有企图心的老板 希望透过上市上柜来跟这些社会的投资大众 分享他经营的成果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透过这个IPO 所谓的Initial Public Offering 这个IPO出示上市上柜的一个动作 那之前通常来讲 我们要拜托这个承销商 承销商来辅导我们这个上市上柜公司 来做一个承销 然后之后上市上柜的动作 那通常这个承销商会到这个所谓的上市上柜公司去 做一个扶导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大概要一年多的时间 那另外还要再花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去做一个让你的一些财务报表 或一些规定符合这个行政的主管机关的一个标准之后 那审核通过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承销的一个动作 那承销的意思就是 把这些制造好的这些股票 很大盘式的来承包下来 然后之后再推到我们这个刺激市场去一个贩售的一个动作 那承销的方式 通常来讲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代销 那代销什么叫代销呢 代销就是这些承销商 仅仅仅代理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什么 这些跨行股票的流通 还有这个销售的一个作业 但是销售下来 剩下的这些股票 必须全数的还给公司 那承销商只有在这个过程中赚起这个什么 佣金而已 赚起这个commission 这个commission而已 那这个在早期 因为我们这个承销制度 刚起步的时候 一般的上市商贵公司 在民国七年代 八年代初期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承销 就是说 他只是来做一个代理的动作 然后赚起佣金而已 承销商 但是经过这个股票的成熟 然后社会的进步 我们这个慢慢的 就有另外一种方式产生 就是包销 那不过包销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确定包销 它是一个事前的观念 确定包销通常用在比较小 资本的上柜公司的部分 它通常这是一个事前的观念 这个承销商 他只要这个承销这个总额的一部分 通常是10%到25%做一个承销 那之后这个已经确定 就是要10%到10% 是给承销商去包起来 那另外剩下的75%左右 那就他就不负责了 这种事前的观念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最常用的 就是事后的一个观念 是余额包销 就经过这个我们这个承销商 他做一个这个余额的部分 只是在这个事后余额的部分做包销 那起先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 在这个市场上推出去 那之后他只负责他遗额的一个部分 这是包销的部分 就是一个事前观念的确定包销 跟事后观念的遗额包销 那我们知道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 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 那我们如何将这些这么多的股票 确定这个承销方式之后 如何将这些股票把它推到这个社会大众 在刺激市场之前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说我们这些承销的一些流程 如何这个作业的方式 我们如何对外的销售 那这一部分的话 请这个郑老师跟同学做详细的说明 郑老师 好的 那我们目前的话 我们的作为方式规定 大概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个方式就是所谓的 它是一个竞价拍卖的方式 那第二种是寻价签购的方式 第三种是公开申购 第四种就是洽商销售 那第一种竞价拍卖的方式 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成销底价已经定定之下 那投资者可以用竞价的方式来申购 当然你投标的价格越高 那你就越容易得标 那第二种方式叫做行价签购 那行价签购的意思就是说 也就是说发行公司跟成销商 它议定的一个价格范围内 那投资者的话 就去表达他愿意申购的一个数量 那之后的话 由发行公司跟成销商 议定的一个价格 那就用这种方式来配售给 那这些投资者 那是第二种的方式 那第三种的方式就是公开申购 那什么是公开申购呢 也就是说由发行公司跟成销商 议定的一个价格 那各位投资者要去购买的时候 跟成销团来购买 但如果购买的数量大于成销的股市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一种方式 就是抽签的方式 所以我们又称为公开抽签的方式 那第四种恰商销售 那恰商销售的意思就是说 由成销商恰商特定的人来购买这些股票 这一种方式我们称为恰商销售 那好的 那由于这个我们这个成销制度能够很顺利完成之后 我们这个股票就可以推到我们的刺激市场来 那Sports你是一个想进入这个市场 来参与这个市场买卖的一般的社会投资大众 从这个开户一直到这个买卖股票 你必须缴完的税跟费用之后 这整个一个流程 实物上的一个注音注意的地方 我们这一点请教这个郑老师跟同学做说明 那我们来跟各位介绍整个证件买卖的一些实物 当然你要买卖股票之前 因为你必须要委托证件商的经济商下单 当然你就要跟他签所谓的售托企业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开户 那我们在开户的时候 然后各位会拿到两本簿子 为什么会拿到两本簿子呢 因为一本簿子是所谓的款项的一个交割 那另一种簿子是所谓的股票的一种交割 这是我们一个开户 就是你要买卖股票之前必须要开户 当然你要下单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我们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都会用电话的方式下单 或是网络的方式下单 那网络方式的下单 所需会会比较低 就是有关于第一步 你必须要开户 那有关于交易时间的话 我们是从每周清集一直到清集五 那交易时间是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1点30分 那当然在8点半到9点之间的话 各位同学如果要买卖股票也可以下单 到了1点25分的话我们停止交易 那这段期间一直到1点半各位同学也可以下单 那到了1点30分的时候跟开盘的时候是一样的 它使用的方式是用集合竞价的方式 那接下来有关于交易单位 那以目前我们的交易单位的话为1000股 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有关于它每日升降的一个幅度 以目前我们的升降幅度为7% 也就是说各位同学如果买了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昨天的收盘价为100块 那如果今天的最高涨幅为7% 也就是100乘以7% 也就是可以7块钱 也就是说今天最多可以涨到107块 相对的它跌幅也是7块钱 也就是可以跌到93块 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有关于价格委偷的方式 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价格委偷的方式为限价 也就是说不管你买或卖 你一定要报一个价格 作为你买卖的一个价格 那接下来再跟各位介绍有关于结算交割 结算交割也就是说你今天成交之后 在第2个营业日10点之前 你必须交割有关于买卖股票的金额 还有拿到股票 就是我们的结算交割 那接下来再跟各位介绍有关于零股交易 那刚才我们跟各位讲到说 我们目前的交易单位 一单位为1000股 那如果没有达到1000股的话 这种交易方式的话 我们称为零股交易 以目前我们零股交易的时间 是在盘后做交易 接下来再跟各位介绍有关于季额交易 那季额交易也就是说 你如果买一档上市的股票 超过500个单位 包括500个单位 那也就是500张 或是说你投资的金额超过1500万 或是说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有五档股票 那这五档股票投资金额也达到1500万的话 这我们就称为季额交易 那最后我们再跟各位介绍有关于证件交易费用 那以目前各位不管买或卖 你必须付首席会为千分之1.425 那除了千分之1.425的首席会之外 你必须还要卖的 还要交一个千分之3的一个交易税 那我们有关于交易时务 我们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由徐老师继续跟各位说明 有关于信用交易 好的 这边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刚才这个郑老师讲到 我们这个交易的一个费用跟税务 这个问题 我们常说这个在这个股票上市公司 这个他所成的这些股票 在这买卖的过程中 这些交易的成本是需要费用的 那以一般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投资大众 他的一个投资这个期限都很短 都是有些都是每个礼拜做一次 或是每天做一次 极短线的投资 那我们试想 老师曾经跟一个优秀的投资的一个基金的经理人 他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个sense 就是说你要是说这个千分之1.425 再加千分之1.425来一回就接近3了 那再加上你的税 那所以说你一笔这个买卖的交易 你就要变成千分之6 那假设你要是每一个礼拜做一次 那365天 你这样算下来这个费用就不得了 就接近等于我们这个百分之三十的一个费用成本 那他们基金经理人很优秀的基金经理人 他们每个每档基金所赚的钱都还不到百分之二十 那你这样每个每周来做这个股票的买卖 那这样子短线的操作的话 那是这个成本是相当大的 所以在这边跟同学提醒一下 做这种短线的交易是比较不好的 因为他只要负担这个证件交易税跟这个费用 他这个年的话每个礼拜做一次 这样的话年这个你的报酬力要到30% 你才能去cover这些费用跟税务 那接下来我们想针对这个信用交易制度的一个制度 来跟同学说明 那什么叫信用交易制度呢 就是指投资人以个人的一个资产担保的一个方式 从事这个有价证件的融资跟融件的一个业务 那我们融资跟融件的一个贷放的一个成数 跟保证金的成数 那目前是这样的规定的 那我们这个跟证件金融公司 所能够借到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数 在上市股票当中是60% 就是六成 那上贵的部分 这边建议的这个款项就比较少一点 是50% 那至于你做空 融券的部分 你都必须缴交90% 上市上贵都是一样 你必须缴交这个九成的 这个保证金的一个成数 那老师从事这个股票这个投资 也有一二十年这个经验 不过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民主出现 也是我的一个最痛 就是一个担保维持力的一个问题 这怎么说呢 就是你应用杠杆 然后从事股票投资 那你被追缴 那这时候相信如果是有从事投资人 都跟老师有一样的这个经验 这个心理是很痛的 因为你要追缴或者要断头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名词 叫做担保维持力 那是担保维持力的一个公式 是这样子的 分子的部分 就是融资担保品的证件市值 然后加上你原来融件担保品 还有你所缴的一个保证金 这是分子的部分 那分母的部分 就是原融资这个金额 就是刚才所说这个六成的部分 那加上你这个融件标的证件 这个做空的时候 这时候市价的部分 那再乘以百分之百 那几个例子 那我们觉得说 这个大盘的行情相当好 你看好某一支股票 它会上涨 你是一种做多的心态 可是你手边没有这么多钱 这时候假设这张股票的一个价格 是一百块 那这时候你的手边的这个资金 只有四十块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透过 这个融资的一个程序 买到这一百块的这个股票 那可是事与愿违 这一张一百块的这个 所谓的股票 却是跟你的想法是相反 它一直跌跌 跌到七十二块 那这时候分子 这个我们这个现在 这个价格只有七十二 那我们分母的部分 你是借六十 那七十二除以这个六十 就是一百二十 那这一百二十 就是我们一个最低的融资的一个 融卷的一个维持力 那我们现在规定这是一百二十 你只要超过这一百二十 之后没有问题 那一百二十下来的时候 我们这些增进公司 就会给你 叫你来补交这个 你所这个不够的这些资金 那如果不愿意的话 你就会遭到断头 那希望这个同学在从事 这个信用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 这个被断头的一个危机 好的 那因为这个融资融卷 这个额度的一个变化 对我们整个大盘的一个影响非常大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空头 跟这个多头的一个指标的一个参考 那这一部分有一些判断的一个标准 就根据这个融资融卷的一个标准 它那个变化来观察大盘 这一部分请郑老师详细的跟同学做说明 好的 那有关于融资融建 以及大盘之间的一个关系 对于投资者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 那我们这个地方用四种情形 八种变化来跟各位说明 那第一种变化的话 也就是说当你的融资融建 都是增加的时候 大盘也是上涨 那各位了解融资为什么会增加 因为看多的人很多 融建为什么会增加 看空的人很多 那彼此间的交易非常的弱弱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股票又上涨的 也就是大盘又上涨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长期我们是可以把它视为是多 如果说融资一而增加 融建一而增加 那整个市场也非常的弱弱 那买的卖的都很多 那结果大盘下跌 那我们只能这么解释 就是涨多了 只是一个回档 那第二种情形 它也是有两种变化 当融资一而减少 融建一而减少 结果大盘是一个上涨的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整个市场已经没有人 要买卖股票 买卖股票人非常少了 大家都不参与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那我们就要了解 它只是一个跌多的一个反弹 那如果说融资一而又减少 融建一而也是减少 那大盘又下跌 各位要了解 这个是一个长空 这个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各位如果有股票 在这种状况之下 最好是全部把它卖掉 那第三种状况 也是有两种变化 第一就是说 当融资一而的增加 融建一而减少 但是大盘是上涨 代表什么 做多的人很多 那做少的 就是做空的人少 也就是大家一片看多的时候 大家就要注意了 这个各位要了解 那如果融建一而增加 那融资一而增加 融建一而是减少 结果大盘是下跌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各位更需要再观察 最好不要再去买股票 这是第三种状况 那第四种状况的话 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融资一而减少 那融建一而增加 也就是说做多的人 大家都一片都是看空 没有看多的 那结果大盘还是涨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将来有軋空的行情 也就是说将来 有一个很大的行情 可期待的 那各位可以好好去回忆 各位在投资的经验里面 是不是有发生这样的状况之后 就是真正的涨了 一个很大的波段 那再来最后一个状况 就是融资一而减少 融建一而增加 那大盘只是下跌 那这个状况是什么 它是一个跌升了之后 开始要开始一个大波段的 一个涨幅的 所以从这四个状况来讲的话 也就是第四个情形的话 是对以后市会非常的好的一个状况 好 谢谢郑老师的说明 那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 库长股制度 那因为实现上的关系 我们这个库长股制度 就是一个通称的公司的护盘 那中长期来讲的话 你要是有听到这样公司要护盘 实施库长股制度的时候 通常是一个好现象 那好的 那今天我们一样照惯例 用一个金融市场的隔岩 来作为这个章节的一个结论 这是由我们这个日本的股神 四川银帐 Korikawa Ginzo 所提出的投资股市的三项 我们这个乌龟树的一个法则 第一个 等待以及选择台面下 优质的一个投资标的 第二个 观察注意市场与经济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动向 并做好功课 第三点你就是要行动action 新有定见之后 那我们要应用所编的一个资金 开始我们投资的行动 那今天谢谢各位同学 跟观众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